大家好今天是《愚讲愚有理》 我是石头 今天的节目的是视频论员路桥女士的路桥你好 你好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讲讲李强的欧洲之行 上星期说到了台湾到欧洲方面似乎有很多发怀空间 李强这一次是他做了中共的总理之后第一次出外访问 当然是想打响投炮 究竟李强打不打响投炮呢 而他出访的这一次选择的地方 就是在中国大陆投资很多的德国 德国政府也跟中共政府其实走得挺近的 在这个天时地利人和之下 李强究竟发挥得怎么样呢 德国人对李强的表现又怎么样呢 今天请了陆桥来跟我们分析一下 是啊 李强今次出访 正当是中共被全球围堵 国内经济是很差很差的情况 他就出访德国和法国 法国我们今天录音的时间 明天然没有他在法国的消息没去到 但是因为今次发生了很多事 所以都决定他没去完法国都先平一平 他最主要表面的目的当然就是要争取外商 法国和德国的外商对华的投资 他是参加和德国的一个叫做中德政府初商会的 这个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上一次是2018年 今次是五年之后再有这样的会议 他发觉他也是有一个叫做全球融资契约峰会要参加的 这个欧洲一直是中共想争取的对象大家都知道的 而肖尔茨和马克龙亦都是分别 今年很早就已经去了中国了 他们的论调是很受到争议的 中共现在来说在经济和政治方面 他真是很希望可以和欧洲联络上的 他当然就不是只是经济方面的得益这么简单 他最主要也是想分化德法和美国的关系 这个大家都很清楚的了 德国总理萧尔茨就很避免李强 不是好像习近平对布林肯那样 他和李强一起检阅了联邦国防军的三军仪仗队 跟着就是开会 萧尔茨就强调德国无意和中国脱钩 会是在这个李强访问期间 跟中共是签署超过十项合作的协议 内容都很广泛 有些就是制造业的 有些是环境保护的 那双方今次他们拿出来说自己讨论的议题 就是有些是有关气候变化的 有些就是经济转型的 有些就是德中经贸关系 以及俄乌战争 那当然在今次的会议里面 就是萧尔茨是敦促中共 在俄罗斯这件事里 就是做一些事情的 就叫普京停止侵略这个乌克兰 那这个德国究竟他们是怎样的呢 萧尔茨的态度当然大家都很清楚 他是一向大家都觉得他对中共是很欢容的 你说亲不亲中呢 他都很难亲中 作为一个国家的总理 在这个时候你说亲中也都不至于 但是他非常之是对中共友善的 那就是你和今次访问这两个国家 这个时间来说就是很险下的 因为就是俄乌战争 由于中共的站队的问题 大家对他都是非常之不满意 另外就是他的贸易手法 以及人权状况 这些越来越恶化 这些这样的问题 也都是令到德国不是很像以前那样 起码是默克尔时代那样 大家对中共有这么有好感的 具体来说就是他对台湾的 日益家剧的军事的威胁 另外就是在国际政治上突出逼人 另外就是对香港的打压 就是在经济活动方面 就是对民营的那种干预 种种的东西 这些问题我们都很清楚了 但是德国的政府 起码就是萧尔时这个社民党 政府的态度 就是觉得应该对话 以下我就摘录一位 他是社民党的议会的党团主席 他的名字我就是读中文 因为这个德文我不是那么知道 怎样发音 他叫明察尼希 那就是他说到德中政策的会议的时候表示 这个人他很有代表性 大家听完就知道 他说德国不应该采取对抗的立场 应该明确指出界限在哪里 他说口头争吵就不会有任何的成效 他说涉及气候保护和军备控制的问题 只有大家讨论才会有作用 他说到台湾问题的时候 他就说我们德国应该鼓励中国政府 保持协商的态度 也都要令他们知道 紧张的状态如果不断地升级 就会造成很大的损失 他说对台动武要说给中共 是违反联合国宪章的行为 大家听听他说的东西 他这个人是 他说出来你就知道 他对中共是一无所知 如果中共是可以让他说这番说话 而明白的 明白而不做那么多挑衅性的行为 他就不是中共来的 但是这个这样的党团主席 他代表了很多德国政界里面 包括萧尔茨在内 认为大家好像以前那样 要有接触的政策 就OK的了 你说他不醒又可以 你说他因为有利益的关系 不知道我们不清楚他后面的 他的理由是什么 但是就从表面来看 他是对中共一点都不清楚的 中共是流民来的 如果你真的可以劝说他 说台湾这样 这里又怎么样 他可以改变他就不是中共 所以这个就是德国政坛的情况 其实德国人应该是最清楚 纳粹的态度 或者纳粹的情况 其实对比一下中共就完全清楚 德国人看不清楚的话 其实我想是德国人是不想看清楚 或者不喜欢看清楚 你说他们还没醒就可以 但是纳粹在德国或者全球方面 如果你真的细心点去研究了解一下的话 了解中共的话其实是非常非常容易的 中共正所谓是有个子而无不及 那你认为德国人 或者德国政坛的人 为什么会这样呢 根据纽约时报报导 就有一个德国官员就说 他说德国现在真的很难的 就是他经济利益 要跟他的政治要分开 是很难的东西来的 他说一方面 德国很清楚 如果真的台海战争爆发 德国恐怕会被捲入美中军事对抗 到时的经济 特别在中国的经济 受到的打击就是很厉害的 他说现在有超过100万的 德国就业崗位是直接依赖中国的 有一百万个那么多 他说还有很多是间接依赖的 那在欧洲对中国的投资当中 一半是来自德国 这次李强第一个国家要访问的就是德国 因为一半的就是来自欧洲的资金 是来自德国的 那他说近一半的德国制造业企业的 他们的供应链是部分的 依赖于中国的 所以就是到那个情况下 两个国家的经济的依存是很深很深的 但是总是发生了这个俄乌战争 总是发生了这几年 习近平的很多的倒行逆施 在世界上倒行逆施的事情 所以德国现在来说也都不同以前 那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因为就是在德中关系方面 就算是政府都好 都不厌其烦地说 中国是伙伴 是竞争者 是战略对手 这个和美国的说法是一模一样 应该合作就合作 应该竞争 应该对抗就对抗 就是这样 德国还不停地强调 现在的重心越来越偏向这个战略对手的方向 就是在这个李强访问的一个礼拜之前 这个德国就公布了一项国家安全战略 而这个国家安全战略是很严厉地指责 北京是违背德国的价值观和利益 令到国际社会越来越受到越大的压力 而且是人权方面非常之差的 也有说到去风险这个口号 这个当然是因为俄乌战争 德国都知道不去风险都不行了 所谓去风险意思就是说 不会再好像以前那么靠中国 也都会将自己的产业链和投资的各方面多元化 这个时间是很有趣的 就是他访问的前一个星期 就出了一份这么严厉的国家安全战略 你可想而知 德国就算他们本身政府内部 都是有很大的争持 也都看到萧义慈是 他做这件事也是有很大阻力的 就是他欢迎李强来用这样的高规格的 去款待他又签什么约 内部都是受到 应该受到很多的压力和批评 就是在李强和萧义慈见面 回谈的同一日 就是6月20日 德国情报局又发布了一个特别的报告 就强调中共在德国的经济间谍和科学间谍活动方面 是很厉害的 对德国构成最大的威胁 他都有提到俄罗斯 但是他最强烈的警告是针对中共 他又说在2022年 就是中共在欧洲来说 他就是看着德国 德国是他想投资的最重要目标之一 最重要的 就是中共很想在德国投资 但他投资不是他真的想投资 而是说想拿科技 在投资过程里面 比如说买了德国的企业 就是弥补他本身的创新不足 还有他要科技领先美国 他科技方面要去拿这些这样的 就是去偷也好去买也好 终于拿德国的科研成果 所以这份报告就说 这样搞法就是对德国的政治方面很有影响 还有他说这个也是对间谍 间谍活动和破坏活动方面 是直接关联的 就是你要买这些公司 可能买部分有什么股份 各方面不够 就间谍活动出动 就是裸救这样 那算不算落李强的面子 这样搞法 就是同一天 萧尔茨去见李强的时候 就出份这样的报告 那当然两个人很尴尬 因为两个人走在一起 就要说一下 怎样投资 怎样去促进这个中间 就是要去见得的贸易 另外就是一般的德国的舆论 都有对萧尔茨 今次邀请李强的访问 是有批评的 再加上 大家都注意到 就是萧尔茨和李强 有一个会后的一个新闻会 是不准记者提问的 那这件事不止是引起德国媒体的注意 就是全球媒体都很多有报道 那萧尔茨就要小心翼翼 他很害怕 因为他知道他做多一点 他就会踏在德国的地雷 很多人反对他 如果这样的话 下次他竞选连任的时候 这个其实都是要看民意的 所以我想他都是投书忌器的了 此外就是也有其他一些的新闻 我觉得也是很针对 今次李强来的 就是德国内政部的部长 她叫做Nancy Fieser 她就说 德国现在还在调查 德国5G网络中 还有是用华为的 她说这个风险很大的 他们就会再调查 下季就完成了 到时可能就要企业拆华为的装置 似乎没有看到李强为华为伸冤 看来铁板上钉钉了 另外一个就是 总部在德国的 在柏林的一个非营利组 叫做欧洲宪法和人权中心 European Center for Constitutional and Human Rights 一个这样的机构 他就也都是6月21日 就是邵逸池见了李强第二天 向这个德国联邦经济和出口管制局 就投诉德国的汽车 Volkswagen大众 保马BMW 和这个Benz Mercedez 说他们就是没有提供足够的证据 证明他们的供应商是没有参加到 新疆强迫劳动的这件事 那这个是他们有依据的 是因为今年的1月 德国就通过了供应链的法律 这些供应链的法律 就说得清清楚楚 你供应链要很干净的 你不可以有这些 好像用新疆 强迫劳动的这些作为 有罚金有些机构 如果你真的犯了 你可能三年之内 都不可以参加政府的公开投标 这件很大件事 所以又是有这些力量出来 告这些大众 告这些Volkswagen 告这些BMW 德国这几大车厂其实真是很蠢 明知在大陆已经被中共排斥了 因为他们的汽油车 还要是不为余力地帮中共宣传 我有时都觉得很难明白 现在很明显中共 就是利用电动车的蓬佩法战 这一件事来排斥他们 所以靠中共吃虎的那些欧美的车厂 接下来很快会看到他们的占有率 在中国大陆是迅速下滑的 就是可以说 如果你只是看萧尔池 你见李强又去什么检与别人的移仗队 你觉得好像中共在德国很成功 但是从我刚才讲的例子 无论是舆论是民情 这些非政府的机构 甚至是德国自己本身的政府内部 都很大的阻力 他们要不让德国走得太远 基本上德国 你看到他又要做伙伴 又要竞争又要对抗 其实跟美国是一模一样 但是稍为慢了些 他慢了些 美国早就已经有这些所谓的国策 但是现在德国就跟上来 怎么也好 都要说清楚德国和以前是不一样的 德国和中共的关系 都没有可能会去到以前的阶段 有些人就说 那不是的 做生意的可能真的会大量的向中共输血 这部分我们稍后会说 在6月20日 又是李强见蕭尔茨那天 这个欧盟执委会 英文叫European Commission 这个执委会 就发表了一个 叫做欧洲经济安全战略的一个文件 叫做Economic Security Strategy 这个欧盟执委会是什么呢 我们上一次就解释过 欧洲议会就是欧盟的下议院 欧盟理事会就是欧盟的上议院 而这个欧盟执委会 就是上议院和下议院的执行委员 就是要做事 他们下定做做了 然后拿上去给他们看 这个欧洲经济安全战略 就绝对是针对中共的 当然他没有表面上 他没有点名中共 但是他就说到 他说 现在这个地缘政治是很紧张的 而技术又有很多的AI 有些新的科技出现 这个时候是很关键的 欧盟要极大限度的减少风险 但是减少风险的同时 也都是要保持这个经济的开放和活力 就是不会因为怕 就停了所有的活动 他就说 欧盟会和志同道合的国家合作 就用了去风险这一次 一说去风险 大家就知道它只是北京 这个战略建议 他有几个方面做了评估 这些我们大家都很熟 我说出来大家就知道 哪方面做了评估呢 就是供应链 包括能源的供应链 基础设施 和网络安全 还有就是技术安全 和技术泄露的有关的风险 接着就是经济依赖和经济脅迫 武器化的这些风险 就是他们评估这些东西 而这些东西是完全和中共紧购的 一说到这些 大家知道 有关基础设施 什么技术泄露 经济威胁 这些全部和中共有关的 这个Commission 就是这个执委会 就会将这份文件交给欧洲理事会 就是他们的上议院 而这个欧洲理事会会是 6月的29号和30号 就是会審议这个战略的 就是会看看这份文件 看完之后 又会交给欧洲议会 就是和那些成员国 给他们自己去讨论 所以这份文件很重要 它有一个框架 它已经有 我们是会讨论这些东西的了 大家到时讨论了之后 加加减减 加加减减 但是那个框架已经在那裡 中共会知道 为什么这个时候 李强会出来 很重要就是 这个欧盟正式有一个固定的 一个战略 对华的战略的时候 之前他要出来 他当然除了去访问 德国和法国 极进 就是他能够做什么 做什么 当然就是什么都答应 就过来 另外就是 听说这个中共駐欧代表 那个团长叫做傅聪 他曾经一度就承诺 就说 他会阻止中企 买武器给俄罗斯 就希望欧盟 因为他这样做 就不制裁 有五间的中企 这个时候传了出来 但是又很快就说 傅聪又否认了 就是他答应了 甚至可能上去问一问 习近平说不行 怎么可以这样做 绝对不可以让步 他就说自己没有说过 所以粉意 一直都是中共的特色 什么都好 他这个附冲这个行为 就是想在欧盟通过这个战略之前 做一些的让步 希望欧盟可以对他们放松一点 另外也听到 这是俄罗斯公共电视台的报导 是上星期日的报导 他说中共都很怕受到欧盟的制裁 所以中国银行已经停止 它那些俄罗斯的客人 和美国欧盟英国瑞士银行之间的人民币交易 除了李强访问法德之外 中共也做了一些事情 希望可以改善他们和欧盟的关系 但大家都知道 中共是这样的人 他骗得你就骗 他这时候答应 他明天就忘记了 如果他有求于你 他就会样样都很顺探 但是你相信他你就惨 大家都知道是这样的 中共就是 现在来说 很多人就说 习近平甚至于李强打的牌 是从政府打到大企业身上 李强在访问德国期间 就呼吁德国企业 就要作出去风险的决定 他要德国企业 作出去风险的决定 而不是要德国政府 作出这样的决定 意思是说 这些企业 他们自己本身就是很敏感的 对事情的理解程度也很高的 所以是不是去风险 是应该这些企业做出 而不是政府 你们想这个国家里面的企业 和这个政府对着干 就是对抗 就是这样的意思 这个就是欧洲经常所说的 就是经济脅迫 你用一堆人去打击另一堆人 就是这样的意思 当然习近平也做同样的事情 比如他刚刚招待过 Bill Gates 是从微软的客 另外习近平也在强调 他说中美双边的关系基础 是在于民间 上个月也见了马斯克 摩根大通的首席執行官 戴蒙之类之类 现在中共知道在政府里面很难 它已经有很多东西 有很多框架很难 它就想着直接和这些商人 大企业打交道 甚至就是和民选议员去打交道 在欧洲来说 大家对中共如果侵犯台湾 愿意落搭这件事 民意不是那么高 所以他就觉得有机会 我以前也说过这件事 他觉得有机会 他就想在商人和民间做些手脚 但是其实是否有可能呢 其实是没有可能的 为什么呢 这些今次参加李强会议的 这些大公司真是全球有名 比如西门子、大众、奔驰、宝马、巴斯库 这些是花工的公司 真是有名都不得了 但是这些只不过是公司、企业 他们是德国国内的企业 德国国内有任何的法律 有任何的禁制令 或者有任何对什么的制裁 他们全部要遵守 就说句很简单的例子 刚刚就是有一个人权的机构 然后就告大众和Mercedes 说他们可能用了新疆的强卑劳动 就是这样了 这些是一帮公司 你带到什么都好 你是受制于一个国家的法律 和它所有的制裁之类的 再加上就是 中国共产党本身对这些公司 其实都不是好 一方面就拿到技术之后 就拨命自己国内生产 特别是汽车方面 国内生产 然后将这些汽车 就运去你的国家 原居地 然后就打垃你的企业 这些就是私空见惯的 已经发生了几十年了 再加上最近 就不停地针对一些外企 特别现在来说是美国 但是有很多国家的外企 特别是高管都很害怕 不知道什么时候轮到 自己被人捉了 就是这样 你说完这些都不是最重要 最重要就是 这些做到这么大的企业 他们很精很精 再相言相 如果中国大陆的市场 已经不像以前一样 前景也都很暗淡的话 这些人他们会飞到这么走 已经经德国的商会 和美国的商会 在中国国内都做了很多调查 过去两年做了很多调查 都说很多这些大机构 它是按钉不动 按钉不动的同时 在其他地方 已经有设计了一条徒生门 在其他地方 将产业链 各方面他们的投资 就是分化了 外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 是大幅下降 这是一个事实来的 第一季的投资 就是撤出了300亿美元那么多 所以在预测未来来来说 就是在去风险的策略之下 这些大公司就会慢慢走 当然有些譬如德国 就是相当厉害 它对中国投资那么厉害 它就会走得慢一些 它会有一个长期的转型 它会有一个长期的转型 刚刚我们就看到一则消息 它就 莫迪去到美国 第一个建议就是马斯克 那马斯克就说了 它会去印度 就会造车 还有这个 有什么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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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会去印度投资 是大规模的投资 那伊朗马斯克 刚刚访问完中国 就爆出他在墨西哥 要做超级工厂 然后今天就说出 他和莫迪说了 要在印度做超级工厂 这个将会成为一个模式 很多大公司就会跟着做 能够做的就绝对跟着做 那在欧盟来说 德国是一个例子 它们经常都想在这个 国家的安全 和做生意之间取得平衡 但是这件事 是很多专家都说 是没有可能做得到的 但是一方面 你是想中和中国做生意 但是你又担心 你自己的科技被人偷了 你又担心你过度依赖中共 你又担心他来到自己的国家 投资太大 在投资当中 又偷了自己的技术 所以是很难的 你有两种要求是很难的 因为这两种要求 对中共来说 是怎么说的 它是没有可能被你选择的 德国作为一个例子 他们怕发生的事情 就是中共想在德国做的事情 你怕它偷科技 它就是要偷你科技 你怕它过度依赖它 它就是要你过度依赖它 你怕它是来自己国家投资 它就是想去你国家投资 顺便偷你的技术 所以这个情况就是这样 就是这个美国来说 它走得很先 就美国政府来说 现在来说是很清楚的 就是拜登政府和这个两会 很清楚就是安全是在经济之上的 它们都是经过一段时间走到这一步 我就觉得这个欧盟 它是没有选择的 如果它真的要走下去 它要么就选择 就是好像以前那样走回旧路 和中国大做生意 然后扶植中共 为中共输血 否则都说呢 为了国家安全 它们要慢慢慢慢地 退出和中共的关系 这个我就觉得都是不得选择的 为了短期的利益 将自己的技术 将自己最尖端的东西 都被中共拿走了 其实这个事情本身 就已经是应该决定不应该去的问题 李强第一次出访 看来并不是想象中的成功 似乎处处都遇到不少问题 OK 那我们到时看下 去访问完法国的话 还有什么和大家分析 如果你现在看我们的节目 还未订阅的话 请你点击右下角订阅 顺便点击小铃铛 我们每一次有新的节目的时候 都会通知你的 这里月光有你 拜拜 给大家看